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加急贫困县 可就在这个贫困县里有一条白龙江 北有黑龙江 这儿有白龙江 白龙江可是个聚宝盆啊 从汉代开始 这江中它就出产金沙 建国之后呢 金沙的开采就属于国家性质了 老百姓不能涉足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 当地的政府为了发展经济 允许民间到这里采金 这一时之间小小的青春呢 就沸腾了 大批的淘金者涌到这里 1983年 当地政府开始收钱办理采金许可证 每个证收费一千多块钱 一千多块钱就能采金沙了 那是1983年呢 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才挣几十块钱 这是个数了 而且只要淘金者有眼光 找到一个好的位置 那一年呢 能赚上万块 这投入还是非常值得的 比较早的淘金者都赚了大钱了 腰缠万贯 吃尽穿绝 只是这青春县的经济 却毫无起色 仍然穷困潦倒 守着金饭碗 还得要饭吃 仍然是国家级的贫困线 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钱都去哪儿了 金子呢 全让淘金者带走了 有可能 83年开始允许淘金 但是真正的高潮啊 却是在90年代 国家规划1996年 在白龙江的上兴建宝珠寺电站 这也就是说 白龙江就要变成白龙湖了 原有的河道都会被淹没 没有办法再淘金了 当地政府一看着急了 这国家要建电站 谁说也不管事 但是这是咱青春的一个大买卖啊 就这么没了 集体讨论之后决定 咱们呢 进行为期两年的最后抢挖 这可能是94年之前 到96年那边建电站 还有两年的时间 每批淘金者 只要花四万块钱 就可以再办一个证 这证可不一样 无限制淘金证 拿着这个 两年的时间之内 您愿意在哪儿挖 就在哪儿挖 愿意挖多少 您就挖多少 只要看准了一个好的开采点 一年呢 挣个几十万 没有任何问题 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啊 一时之间 周边无数的淘金者全都涌到这儿 顶峰的时期 就这条河道 几万人在这儿挖 两年的时间之内 政府发放了几百个许可证 原青川县黄金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说 那个时候办采金许可证啊 非常简单 只要申请人写个申请 交钱 这就可以拿证了 基本上不会审核申请人的资料 办下证件之后 开采者看中了主矿区之外的哪块地 直接就在哪儿开始踩 根本没人管 拿钱就能办证 开采秩序混乱 管理跟不上 政策不完善 这些原因共同作用 导致了青川血案的发生 青川位于川散干三省交界 属于一个三不管的地方 治安情况很复杂 一下来了几万外地人 就靠县公安局这点警力 压力得大到什么样子呀 管得过来吗 根据大湾村一位叫王天江的村民回忆说 青川县沙州镇大湾村一带 是当年采金最火爆的地方 人称金河坝 那时候整个河段到处是人 白天黑夜24小时不停地逃进 每天里少则几千人 多则上万人 当地警力不足 县里财政困难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有效的管理 一时之间这个地方只信奉丛林法则 弱肉强食 原青川县黄金管理局沙州战战长李爱民回忆说 当时的管理非常混乱 加上淘金者呢 很多都是周边的社会闲散人员 还有很多两劳释放分子 在这经常惹是生非 打架 砍人 每天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案件 哥谷比较大的淘金团伙 为了避免被人欺负 自己先武装起来 在当地有根基的团伙呢 这些坐地户呢 请来青川甚至广源的黑社会分子 拿着枪在这看场子 外来户你请不到当地的人 就组织一些外地的流氓 拿着长刀猎枪在这站岗放上 在金河坝 但凡是出金率比较高的矿井 俗名叫红窝子这些地方 淘金团伙 大多都有各式枪支和弹药 政法机关会不定期的突击检查 每回都能收缴一批武器 但是没过多长时间 这些矿上呢 又武装起来了 又有枪了 只能再去收缴 收上来的呢 大部分是猎枪 但是也有一些制式枪支 甚至还有冲锋枪 反正这金老板们有的是钱 加上朋友多交友广 搞几把枪在那个年代 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 势力比较大的金老板 还会欺负同行 欺行罢市 大听到哪个金窝子挖红了 就是哪个矿啊 挖对地方了 产量上来了 都是金子 他就必须入股 你不让我入股 你问我的枪和人马 答应不答应 这还算是略微讲究一点的 有的呀 就仗着人多枪多 强行收购你这矿 你卖不卖 哎 你不卖一个试试 你绝对一天都干不下去了 据当地人说呀 那两年 陶金的河道上 从早到晚 枪声不断 有的呢 是金老板请来的流氓 没事就对天放两枪 展示一下实力 恫吓一下对手 有的呢 是陶金团伙呀 正在进行实弹演习 以便应付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火瓶 这地方 经常有人受伤 甚至死亡 杀人越货 拦路抢劫 这各种消息在青川到处的流传 当地人又惊又怕 没办法 躲着走吧 没人敢往这些地方去 1994年初 清溪镇大水村的农民 在家门前发现了一个很好的金矿 没成想 第二天就有金老板带着打手 拿着枪 拿着砍刀冲上来了 卖不卖 那农民能卖吗 贫困县的普通农民 在自家门口发现了金矿 搁谁能卖了啊 金老板一听啊 好 给我砍 打手们呼拉一下围上来就开始砍 周围有村民呢 过来拉架 也被砍倒了一片 忍无可忍 退无可退的情况下 发现金矿的农民呢 把猎枪从屋里拿出来了 开枪自卫 碰着一枪打出去 当场打死一人 打伤两人 要说呀 这黑恶势力都是纸老虎 一看村民真玩命了 剩下的落荒而逃 砍刀啊铁锹啊 劈了啪啦扔一地 不要了 扭头就跑 因为这起事件的死伤者 都是地痞流氓 经常的骚扰林里 再加上事出有因 犯了重怒 所以这一死两伤的案件 以村民合法自卫结案 开枪的农民 被拘留几个月之后 就放出来了 咱们要说的是 这次案件幕后主使的金老板 就是后来 青川血案的主角 李红 李红啊 是摄红线的人 但是在青川生活多年 在这娶妻生子 也算是本地人了 这个人就是混 黑白两道朋友很多 是当地一霸 从1992年开始 他主要采用黑吃黑的手段 从别的金老板手里边抢矿 抢回来之后啊 他自己不开采 再转手高价卖给别人 李红这人 手底下小弟多 场面上朋友多 哪儿哪儿都有熟人 一般的金老板呢 不敢招惹他 李红也自称是青川的龙头大哥 大哥万万没想到 九四年初派出去几个小弟收拾一个农民 却被人打死了一个 受伤两个 他觉着面子上实在挂不住了 曾经呢 想去把那个农民全家都给他砍死 后来几个朋友比他懂事 拉着他 劝他 那可不是一户农民呢 那是一个村呢 众怒难犯 你别把人都给惹毛了 李红 这才勉强咽下这口气 您看吧 要不说团结就是力量呢 全村的人团结起来 当地的黑社会老大 他也不敢惹你 1994年10月 李红呢 又看中了金老板李戴明的一个矿 这是人家刚开的一口采金井 据说每般呢 就能采600多克金子 除去30%的开销 每般可净得杀金400多克 虽然知道李戴明 也是青川的一个不好惹的老大 但是李红仍然派了小弟 去他的矿上强行开采 实际上就是强矿 李戴明是江油人 后来呢 看到青川淘金的利润很大 就组织了一批流氓 到这来淘金 有句话叫强龙不压地头蛇 但是李戴明不信这个 人家是猛龙过江 他可不是一般的流氓 是江油第一建筑公司小干部出身 哎 这种地方出来的会搞关系 朋友也多 尤其呢 是有地方嗯嗯方面的关系 上面有人罩着他 所以什么都不怕 李红上门搞事情 李戴明不干了 也派出小弟来 抡着大砍道是连锥带砍 李红的小弟也是欺软怕硬 东西一扔就跑回去了 回去之后你不能照直说呀 人家片刀一轮吓得我们 劈滚尿流就回来了 这你不找死吗 他得说李戴明如何如何的凶狠 如何如何的不把大哥你放在眼里 李红一听也怒了 好你个李戴明啊 一个外地人跑青川县 我的地盘来撒野 他很快就放出话来 我要收拾李戴明 你给我准备好了 可是李戴明呢 不怕他 人家也是干这个的出身 几天之后 十四号 李红亲自带着十多个人 又去闹事 李戴明呢 马上带几个小弟 又是轮着打砍刀去驱赶 可没想到 这回李红手下带着枪来的 冷兵器 你怎么跟人家火气打呀 这李戴明啊 也是老江湖 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服软 背着好几把枪一指 他让小弟赶紧把刀都扔掉 然后一个一个抱着脑袋 全在地上 让对方是一顿豪打 打完了人 李红临走的时候 还撂下一句话 三天之内 你把这矿给我交出来 要不然呢 下回给你截肢 两条腿都给你砍掉 这还不算 肚子还要给你豁开 李红走了之后 受伤的李戴明是越想越憋屈 这时候他江游的同乡 朱明文 廖天成 周禄贵这些人 慌慌张张的来找他 说他们听到了风声 李红啊 正在四处花钱马人 前前后后马了要近百人了 准备三天之后 就来抢你的矿 还要砍死你 李戴明一听 这是没活路了 大腿一拍 发出誓言 老子跟他拼了 倾家荡产 也得要了他的命 李戴明把多年的积蓄 都拿出来了 让这几个老乡呢 去帮他雇人 另外 多搞点枪支炸药 咱们这回不弄死他 就不算完 他还特别的反复交代 这回呀 不是打架 咱们是要他们的命 你们去找人 别找一般的小混混 找那种两牢释放的 敢干大案的人 多花钱 没事 在人世间办事 只要你舍得花钱 那就容易 他们很快召集了八十多人 其中大部分 是刑满释放的暴力犯 为了钱 什么都敢干 那个时候啊 也乱 身份证没联网 到处也没有摄像头 没有什么人脸识别系统 一大帮人打完架一散 你知道是谁干的 上哪找去呀 找来八十多人 同时呢 还搞来了大量的自制火枪 和五连发裂枪 还有几十个自制的炸药包 和自制炸弹 这些爆炸物啊 本来是开山用的 威力非常大 要是拿他炸人呢 最后都得拿条子扫 拿铁仙铲 可是李戴明还怕这东西杀伤力小 在炸药里面混上了大量的铁砂和铁丝 有目击者说 他们为了防止这炸药包 牙火 装了两个雷管 这种简单实用 有威力巨大的土炸弹 一共制造了二百多枚 再说李红这边 找齐了一百多人 准备了猎枪 火药枪 砍刀斧子 也做了好多炸药包 似乎人员装备呢 比李戴明要多 但是他这边的人没有战斗力 他轻敌了 上回拿枪指着李戴明一顿乱打 李戴明连手都不敢还 李红就觉着 这人呢 没什么用 所以这回 他并不是真的要去杀李戴明 只是想麻点人虚张声势的 把他吓跑 这矿归我就行了 他这一百多号人里 有青川县的小混混 有无业青年 还有一些人根本就没打过架 甚至还有一些打工的农民 每个人呢 给两百块钱来帮他站站场子 这些人呢 互相也不认识 李红许诺给他们每个人 两百块钱的出厂费 来撑个场面 这些人也是互不相识 为了避免有军误伤 自己还得多掏医药费 李红让他们每个人都在胳膊上 绑了一条白布 相比没什么文化的李红 这李戴明毕竟小干部出身 想法也更多一些 人家玩了一个无剑道 花钱买通了李红的一个手下 始终掌握着对方的动向 这个手下在10月17号的上午 告诉李戴明 这李红呢 会先请这些打手吃一顿 然后让他们坐上一辆大巴车 两辆中巴车 上车之后 给他们分发刀枪炸药 再之后 就会直奔李戴明的矿 杀将过来 李戴明根据这个情况 做了精心的准备 他制定了半路伏击的战术 命令部下先用炸药炸 然后用枪打 最后拿着大砍刀在后边追 如果敌人太强 那打了就跑 不能练战 他甚至还准备了伤员救护队 和撤退的时候 渡河用的船 他的目的就是砍死 至少是砍残废李红 让他以后再也不敢过来闹事 为这个目的 他真的是倾家荡产了 不像李红那么抠门 就给两百块钱 他宣布 打死一个人赏一万 打残一个人赏三千 谁能砍死李红 另有重赏 出发之前 李戴明还做了一番战前动员 他跟手下人说 你们放心的动手 李红这一伙是黑社会 被咱们打了 他也不敢报警 就算他报警 在县里我有的是朋友 花钱什么都能摆得平 于是乎 李戴明一伙八十多人 埋伏在二一二国道 川干公路旁边的小树林里 同样是害怕有军物伤 他们这一伙人 都穿上了黑色的皮夹克 或者是铜色的短上衣 没过多长时间 李戴明买通的那个李红的手下 偷偷从一个加油站 给他打电话 告诉他车队的位置 和车牌号之后 找个机会 脚底抹油 溜了 这边像李红他们三辆车 手尾相连 大摇大摆的 沿着公路开过来 李明先派出一个人 装成公路维修人员 过去拦车 这三辆车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慢慢的停下来 刚停下 埋伏在路边的李戴明他们 马上向这三辆车 扔了几十个自制炸弹 这都是开山用的 几十个呀 叮咚通 一顿巨响之后 毫无防备的李红手下 被炸得哭爹喊娘 这自制炸弹里面 有大量的铁砂和铁丝 被炸死的血肉横飞 被炸上的也是血肉模糊 坐在最前面一辆车上 副驾驶位置的李红 当场被炸成了重伤 李红非常艰难的 从这车里往外爬 可是李戴明就是奔他来的 没几步就爬到了李戴明的脚下 还没等李红求饶呢 李戴明一声爆赫 几个手下拿着打刀 就是一顿乱砍呢 李红本来就受了重伤 能爬就不错了 逃跑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呀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一瞬间身中几十刀 被砍得劈开肉绽 没个人模样了 命丧当场 被突然袭击 加上老大在眼前被杀 这一百多个来撞声式的小弟 瞬间丧失斗志 做鸟受散 纷纷逃跑 但是这时候 李戴明他们这伙人 已经杀红了眼了 继续堵着车门 往里边扔炸弹 有些人呢 只能从炸碎的车窗里 往外跑 另一些人 已经逃出来的 都被这种场面吓得 不会走了 就站在原地哆嗦 按说呀 都这种情况了 对方逃跑的逃跑 下滩的下滩 这事是不是就可以结束了 可是李戴明这一伙人呢 不依不饶 对着这些人乱枪开打 打完之后 后边又冲上了一匹拿砍刀的 过去猛砍 公路两边 不是悬崖 就是白龙江 这前前后后 都是李戴明的人 无处可逃 李红这边的人呢 为了保命 有一些不管不顾的 就冲进了白龙江 好瞧不瞧 正赶上上游的闭口水电站 放水发电 江中水流十分湍急 别说不会水的 会水都得冲走淹死 这些人一看 那真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呢 有人带头 冲着李戴明这边 下跪求饶 有一个人跪 呼啦呼啦 好几十人就都跪下了 可李戴明呢 他已经杀得失去理智了 对准下跪的人 开始扔炸药 对面的人一看呢 得了 还是跳江吧 千分之一的活路总有吧 留在岸上 那是必死无疑啊 这些人 开始向江中心游过去 李戴明这边 就拿着枪和炸药 站在岸上看着 直到所有的人 都被这滔滔江水冲走 他才心满意足的受病 还有一些 已经被打死 或者重伤的 李红的打手 横七竖八的 躺在公路上 李戴明下令 不管死活 全都扔进白龙江 于是乎 又有七八个人 被扔进水里 这江水一翻呢 瞬间就找不着了 李红的尸体 还躺在公路上 这时候 他的手脚都被砍断了 身上被炸的 也是血肉模糊 李戴明 对着他的尸体 冷笑一声 你不是要开我的堂吗 你来呀 之后 他抄起一把砍刀 对着李红尸体的肚子 猛砍一下 倒过之后 肠子 从李红的肚子里 流了出来 李戴明的打手们 这时候有点害怕了 李戴明是不是疯了 再加上今天这事 搞得实在是太大了 怎么收场啊 得了 给钱不给钱的 都是小事 先跑吧 好多人扔下凶器 四散逃走 这次事件 堪称是四川有史以来 最重大的黑社会火瓶 除了李红和他的司机 被当场打死之外 还有高达三十二人 死在江里 受伤者无数 很多人 落下了终身残疾 死去的三十二个人当中 有十六具尸体被打捞上来 另外十六人失踪 估计是被冲到下游去了 事后李戴明也出去跑路避风头 一避就是很多年 警方找不着他 这个案件呢 也因为当事人在逃 被长期的挂起来 直到2001年 四川省公安厅厅长 亲自过问这件事 并且在9月26号 把李戴明列为省厅A级通缉逃犯 青川县公安局也在之后 以涉嫌聚众斗殴罪 把李戴明列为网上逃犯 李戴明出逃的时候 家里还有一个9岁的女儿 潜逃17年 这女儿9家1726岁了 要结婚了 这李戴明呢 也年过六旬 他不愿意再躲藏了 在女儿结婚这天 给青川县公安局的局长 打了一个电话 只要让我参加女儿的婚礼 在婚礼结束之后 我就会去投案自首 他是这么说的 他也是这么做的 2014年12月30号 李戴明和团伙的五名主犯 被判处死刑 还有四个人被判处 无期徒刑 1994 四川青川血案 全文完 2014年红